又來到一年一度的主席賽馬日 明天7月6日沙田馬場 會有10場賽事的黃昏賽 今次多寶就厲害了 3T550萬多寶 上年我記得主席賽馬日 又是有得爆一下 上年就爆到800萬的派賽 今年有550萬多寶 預計派賽10元一絕 還算是1000萬 駁完3T6保獎也有多寶 167萬 連同我最喜歡的 4重賽4連環的合併賽是多寶 又是在尾場 放了228萬 上星期的呈王4重也好 或者上個月的4重也好 在尾場 賽果不算很難 但因為多寶的關係 就派得很好分離4重4連 所以我今次的影片 會和大家看第10場 尾場賽事 三班千二 接著回到第7場 那場是六環彩的第3關 放少許我的心髓 好開始 這場馬 1號的樂夢冠 現在不是拍條鬥到實 上次拍雜也鬥到實 火氣是有 只是他那陣可能在120多磅 用多了 他現在132磅 不容易再贏 上鋪 其實下雨是懂得跑的 只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步速不走 還是很大魚 這場馬也不肯走 回來就跑得不太好 1年80 你換個快閘一點的人 比上次王志雲一起步 不用跑完整場 都知道輸得 唉 這次換換霍雲星排的11檔 我猜會會死隊爛隊 其實在其他騎士跑都少萬閘 霍雲星跑之前 自馬在跑馬地 都少一些萬閘 通常都在前面 接著就是同場和順 這隻馬缺貨兩次 我都覺得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你缺完課後 他轉配備 凹叻尾咕 以前是沒有凹叻尾咕條 現在凹叻尾咕 為什麼你缺完課後要凹叻尾咕呢 是不是那些馬頭氣的有事 氣管有事 我不知道 所以這些馬 你看他缺完課後要轉配備 是有點疑問的 德薩斯 他是一個適應的問題 其實他慢慢開始步步 一直筋 我覺得可以更加上,不夠力 胆神操點頭動作不大 在長跑方面 他在上鋪上去不會打到 在後追我先馬拉 前鋪其實在慢步速 他沖得不夠力 難難比是耐難的 所以我覺得他還未完全入閣 接著是老班精神 其實我猜丁冠濤心目中他也計算過一條數 究竟是老班精神跑還是方陽精神跑 我想他有條數 他就先給我那隻老班精神跑 這隻馬上鋪就慢步速 賺光了 幸好是沒段時間的扯班 所以計算 這條數他三班就可以應付到 只不過這場的形勢跟之前不一樣 其實他在四班的職位 只應過幾次 是慢步速按慢了頭的兩段 不斷爆 這次的頭段會快 究竟這隻馬在頭段快步速下 會跑成怎樣 是一個疑問 營造組裝 上鋪那麼久沒跑 還未收身 他也 捱回我第三 所以那組其實後面很一般 他只要很厲害 下中心 起碼 如果計算他在本身的三班職 和吉隆是短距離分勝負的 我覺得 在這裏是夠用的 跑法 他都靈活的 他擺前 跟前 網空又可以 他留著充少少 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馬 跑法靈活 這一場我猜他可以留著充充 但狗檔要先賣 前鋒飛影 其實我覺得他在貴中泥地 捏回牆 真的很厲害 然後再跑下去 其實 他也是得過近 再加上他在早兩個月有少少傷患的問題 上鋪 報速偏快 回到他在裡面省著追 追第五 他那個時間不算做得特別漂亮 進馬為五 其實他的樣子挺英俊的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點像不適合的 只不過上鋪 因為他大塊 然後他的位置 左鑽右鑽 不是走得很順 好 福星 這些馬不是缺貨的 他是 上一仔 儲回房子 不要跌下去 不太擅長 隔久一點跑 賀賢經常有這一招 上次就在 這次也是黏軟小的場地 入圍 我覺得這隻馬 論個質 他三番夠跑 上次 那麼厚追上來 賺快報速 不過也很被導 而那組 我覺得 對手方面是不錯的 不錯 這一組是再弱一點 變相 他也有條件 這隻復星 好 下隻是 上次有 賺了 賺了一個偏快報速 然後 落雨也幫到他 所以 回到這裡就贏了 終於贏了這隻馬 轉個艙都兩季 上來三番 他這個白檔 我猜會賺到金牌 偏快的報速 但我看一看 飛機都跑了 這隻帕又帶新馬 沒什麼特別 不要看見帕就 廣迫 其實他從法度都會帶新馬 所以不要亂放大 剩下兩隻 維港激流 和神速 麥馬 兩隻 如果有兩隻 大家都是側身馬 四歲 搏哪隻 維港激流上鋪 是很弱組的 龍之輝落大雨 贏到掉了 輸了七個馬 一個第三 這次有十檔 檔位外移 肯定沒有BOSS 又會更急了 上次是猛補 神速麥馬 上次在營造造裝 我都覺得很弱 組底下 他就叫做在馬林道追 兩隻都是弱組 不過我相信神速麥馬 可能會好一點 你看這場那麼多隻馬 總之同場和信 你不用怕他的能力 但是你要怕的是 缺完科之後 轉交叉被枯神速條 隻馬 會不會是因為 呼氣的問題 氣管的問題 而呢 缺貨呢 只是害怕這件事 如果扯快點的步速的話 那對福星可以買有利 偷舊為跑 養精蟲蟻 好了 接下來我想說我的心髓 當燈也好 如果你還是 居然 有一絲的希望 你就買一點點 但我也覺得需要貼地 Anyway 燈有燈的存在是價值的 開播 剛才看我陸續豐秀 我真的覺得他這樣增成法 是 上次博失了 這次 有位就報 因為這隻馬有善名 我上次是貪他宿內不善 這次的相反 我很害怕 好了 熊外射 他呢 在這裡轉別 我覺得呢 因為最近又不是彎別的 就是 彎了這個樣子 好了 軟地上次又不應該成為落敗的理由 但是近這兩局用一個很奇怪的跑法 兩場都同一個對前 所以呢 你可以抹罪 這次肯留住跑 就會有不同的 陽光勇士 上次跟手機標霸單打獨鬥 菜式很硬正 我不知為何跟德威賣到熱 那隻又真的是插斑跑3400 比較特別一點 我想是早飛而已 大家都追啊 丁冠浩 喂喂應該達標達標達標的 看看能不能夠這麼準 因為很多跑都熱了 他呢 沒有缺貨 那麼落草地 埋門就按慢 今天都出大圈了 照計 星期六跑 星期五都出貨大圈 其實很有誠意 好了 美麗蟹喉 吃到飽一飽 這些 上次賽龍少跑馬上不夠快 但我覺得7-4一個組很差勁 潮汐精神如果不是那麼重磅 就不會輸了一場 再加上好利貼難 兩局都賺光了 今次13檔 陸續豐收會不會頂一頂他 那隻夠快 再看的就是一定美麗 上次下雨也有要他 不過跑下去也是一樣的 可能是外打 這隻馬跑下雨也好 至於你說發揮上 沒問題 他是三打 但他也是跟著那隻 手機標把跑 以及賺了那篇快補充 那個位置 我覺得跑得正確 應該不會下雨 那就沒那麼好 彩虹千里 都是羅庫泉 已經摧毀得 很徹底的馬 然後轉了為希斯 孜然廖康銘 然後是希斯 他是那些 我覺得 吐氣的問題 所以又不太怕 刀零星球 我想其實他是一隻 偏向軍速一點點的 始終花旗的兒子很少說 嘩嘩 跌得很厲害 還是 擺前一點點的 看他比較均速的 性格方面 然後是泛泛有餘 上鋪你說是不是 很賤 他表面上是跟前 蝕了一個快補充 但如果你有留意 這個負系 就是 Justify 小鋪 香港 很多馬 都是爛爛爛爛大步爛的 均速一點 和平波 難以置信 龍之爭 所以 到現在 這個負系本身應該是 就是 名牌種 但是到現在 那些馬 都沒贏到 跑了一季 我想可以再 看看 上次有沒有 很硬 很棒 風繼續吹 中間 上次是 賺了一個偏快補充 那天貼難著數 節省了 追上來 這次的十檔就 又要考考 填雞怎麼涉 論個走勢 上次沒有跑錯了 追不到那隻 美麗蟹口 好了 接著那隻 成好運 我不覺得他不夠跑 三班 135磅 當時的磅也偏低 招贏 最豐雲 外面這樣蓋上來 他不知道 等賠率 還是等什麼 我覺得他近幾次 前鋪 很不理會 上鋪就走 跟前 就改跑法 你說吹不吹得他 馬鬼煩的 能力他根本有 貴麗人生 他 就真的見了 九檔 我想推前一點 看看是否也是二達 跟著那些美麗蟹口 綠蜂收 沙田如果是可以 他不會想跑馬地 其實季初的時候 一迷已經跑馬地 可能 我覺得 沙田也好像 差不多 然後回到沙田 賺了 也是差不多 又回到跑馬地 唉 這些馬是容易接近的 怎麼都會 看到他的 因為他金錢會賺到認稅 好了 同德位 上次那些位置 不可能為止 都衝上來 這馬是很厲害的 不過現在考了一件事 就是千四 呃 他是 就是 你想想一下 這一場是 偏快步速的千四米 對我氣量的考驗 會更加大 所以我不管他到底有沒有這個 氣量 氣量血統 是 長遠得 是不是這一局 這是 兩件事 我可以第一次 搬到 這個 偏快步速的 三班千四 是要想這件事 始終 趕球扭放的 都要 多利神區 那今季都任務完成了 這些馬 轉過來 沙田千四 為下季做部署 那一場馬呢 我自己喜歡 抽的 刀靈 勝球 我幫你一隻 首先 整個部署形勢 我猜是偏快 因為 因為美利在後 和陸續封收兩隻 其實他遷擾舊快放 我想陸續封收 11檔也要打 美利在後 他們排了外檔 自然會拉快小的 然後 跟著他們的就是 多人形勢球 和跪離人生 多人形勢球 就是擺前小手 會好過 扭後咀 這場馬我選他 一來 如果這場補充天快小 你拉鬆小的馬群 那他的大步馬 會更加好跑 二來其實我覺得他有事前事後 在摸著 不知道什麼 初出 31 他是留後的 初出之前的閘也是留後的 4閘留後 追兩步 落到長跑 愛於步速不是很快 第1局50 他不是很追 游馬一可而已 有個場地看 都是中外達恩遊走的 另外跟著又跑622 622那場是下雨 黏地 又是很慢步速 他又在後面游 兩場馬頭的兩場 其實都是一些 落著的場地 在後面游馬行 證明不了什麼 那步速又沒得追 好 接著馬上鋪 就 賽前 開始看到這站 擺前 結果落到長跑上鋪 都擺前走 上鋪擺前走 其實他不是說走得差的 因為那天 都是 省著 貼難 是較為好的 那那場馬 排在大外擋 他 都是油馬可 不過是擺前那種油馬可 在試東西 我也是在試這跑法 大家看到 你看他上鋪擺跑 全程的影片 我們都看了 13代 頭段步速偏快 2-3轉就按慢 開頭多馬走 很多人給的 但他就不夠快 到後來 你看到他 喂不是 這個叫5答來的 繼續隊 就拿上去 這裡還有4答 有一隻馬 出了上去 也是4答 那不是啦 站了給了 索勝 然後 無論如何都要騎2打 後來 其實他中段用多了很多的 他8-8轉彎才能賣到 本身4打 他Lead兩段都用了 他回到位置 不是太多的 但不是很散的 他輸了5個馬位 跑過第 第8名 對不起第12名 賽後呢 中盈禮就說 喂 其實是要拿借檔跑的 只不過呢 拿不到 這就對他上來 這次應該會有借檔 而且這次開了長期之後呢 你看他 跑完之後試閘 他也是放在前面 換言之他上鋪跑完之後 還有五盆子都覺得 喂 放在前面比較好 確認了跑白群 我相信他試好了 試盡了 再加上這次 就不用自己走 外面會有馬遮理 剛才有說過 綠竹豐收 蒼龍千里 你說 美麗海後 都會幫幫忙 如果他們幫忙的時候呢 他這個白檔 內側呢 其實有很多馬隊 居中 後上 手就泛泛有緣 所以呢 結合前面也會拉鬆的馬裙 來 這樣的 外面的馬 會扯快一點 拉鬆的馬裙 他又更好 二碟應該會有的 鐵物欄也不奇怪 那這些馬照計 喂 馬型英俊 試閘其實 擺前 留後 他也試過給你看 一段時間開得不錯 賣門就擺前 他回來 都是 大步大步爛回來 有第四 跟那些阿基拉 以致上升C 我覺得這馬 不差 那你今次 是跑回正常場地 而且我形勢 對比之前 很喜歡很多 的賽事 那這馬多變數呢 要小心 所以這場馬呢 我自己就 想搏下這隻 7號的都人星球 是可以有不同的 我猜他的位 應該會不錯 三至四位 的二碟 甚至貼難 接著放頭馬的位 看看這馬 會不會有些變數 給我看得到 跟科斯今次的心想 就選了第七場 3番先食 7號的都靈星球 葉門方面 楊光用詞 當然是多一點 希望他在 江派小的場地 他也一樣 照衝得好 好 這段片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 好運贏多一點 下期再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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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